以上就是今天台北的采访重点 现在把时间还给秀琴 好 我们非常谢谢一山 在台北我们带来今天台湾的新闻关注重点 我们就来关注的是香港 香港亚洲电视在4月2号凌晨停播 而亚视的前发言人黄首东表示 投资者中国文化传媒正准备以 卫星和网络电视的方式来继续亚视的广播 我相信具体的情况可能要等他们筹备完之后 等中国文化去公布就适当点 但是我也收到施萍斌先生的一个讯息就是 他仍然对于在这件事里面继续广播 亚洲电视或者亚洲电视的延续是很有信心的 他有这么跟我提过 但我相信也都要留待临时清本人 或者他们之间投资者之间去解决 已经停播的这个香港亚洲电视 目前是以卫星的讯号测试播放亚洲卫星一台和亚洲卫星二台 而据了解亚视的非本地电视牌照到5月31号就会到齐 亚视到时候就必须得停止发射卫星信号 否则就会构成违法 另外对于亚视原定要在停播当天来播出告别卡 但在最后一刻却没有出现 对此黄首东表示不清楚当天播出的告别卡的具体安排 但据他了解亚视的临时清白人德勤和香港通讯局 都有就告别卡的内容来提出意见 好我们继续带你来看呢 明报方面的消息 这个亚视告别卡的画面的一些消息 在停播前呢其实并没有出现 因此就有这个亚视主播说呢 香港的通讯事务管理局认为 如果以告别卡画面来作为道别的话 可能未免呢有点太过于敏感 所以呢此卡在11点前的新闻播报完之后呢 就已经是播出过了 而另外通讯局就回应指出呢 有关的指控是创作力无限 也是急剧的想象力和没有事实根据 并表示其实亚视拥有其节目内容的自主权 因此呢通讯局绝对没有干涉其中 跟网络要来阻止亚视播放任何的节目内容 好我们继续带你关注的是台湾佛光山的创建人